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在节目上是胡乱说的 根本没有极有女星这个人 然而山峰点火把火势吹旺盛就向全身而退 用一句子虚物有草草了事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正当吴君如进退两难之际 娱乐圈名嘴宋祖德站了出来 直接指明点姓称 极有女星乃玉女周慧敏也 那么周慧敏真的是吴君如和宋祖德口中的那个极有女星吗 退去话皮后的真实周慧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周慧敏是20世纪90年代香港流行乐团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 清新脱俗 温温而雅 被外界许以玉女掌门人的称号 她的形象是当年香港男人心中一个清纯的梦 盈盈美眸 柔柔长发 声弱英艳 柔情似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完美无缺 那个年代 无数男人都想娶周慧敏为妻 追她的不乏富商 天王以及大佬 可她最后偏偏和才子倪震修成了正果 自从周慧敏跟倪震在一起之后 传来最多的消息 不是两人有多恩爱 多幸福 而是倪震又出轨了 两人在一起32年 结婚15年 倪震劈腿恩赐 其中有三次被周慧敏当场抓住了现行 很多人都为周慧敏感到惋惜 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嫁给倪震 更想不通倪震出轨那么多次 她为什么还要隐忍不离婚 因为被丈夫戴绿帽太多次 周慧敏收获了绿帽天后的称呼 又因为隐忍多年不离婚 她还被港媒称为是最能忍的女人 别看周慧敏人前一副青春无害的玉女模样 但其实她也并非什么纯情小白兔 私下里的周慧敏会玩得很 内心十分疯狂 19岁的周慧敏有多会玩 她一边跟着陈德彪谈恋爱 一边吊着黄凯琴和刘希明 另一边又吸引到了倪震的注意 1986年 19岁的周慧敏参加香港电台业余DG大赛 并获得亚军 随即得到了和电视台签约的机会 在香港电台主持节目 主持节目期间 周慧敏结识了Redis乐队的主唱陈德彪 两人都很喜欢音乐 兴趣相投加上弹得来的缘故 一来二去就坠入了爱河 彼时的周慧敏年轻貌美风华正貌 处于颜值巅峰状态 身边不乏追求者 尽管她已经跟陈德彪相恋 但依旧留有后手 备胎 以备不时之需 跟周慧敏一起主持节目的黄凯琴 一直暗恋着周慧敏 默默守护在她身边 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蠢友谊 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其实黄凯琴并不是周慧敏唯一的备胎 除了黄凯琴之外 刘希明也是周慧敏的备胎之一 1990年 在拍摄《乌金血剑》之际 歌手兼演员刘希明 与周慧敏相识 两人相见恨晚 相谈甚欢 互相暗生情愫 刘希明被温婉可人的周慧敏 迷得神魂颠倒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毫不避讳对周慧敏示爱 不止一次表现出 对周慧敏的喜欢和欣赏 面对刘希明的示爱 周慧敏不拒绝也不接受 刘希明也不气馁 心甘情愿 当起了周慧敏的备胎 1991年 陈德彪投资失利 事业也不顺心 还被朋友骗了不少钱 而周慧敏事业红红火火 两人争吵不断 渐行渐演 最终分道扬镳 看到周慧敏分手 最开心的 自然要数他的两位备胎 黄凯琴和刘希明 两人争先恐后 向周慧敏献殷勤 希望能早日转正 只不过 太容易得到的 往往不会让人珍惜 这两个男人 周慧敏都能轻松拿捏 太容易操控 没什么成就感 因此他一直吊着两人 1992年 黄凯琴跟保利金唱片合约到期 双方打起了解约官司 保利金不让他和其他音乐公司签约 否则就要赔付巨额违约金 一气之下 黄凯琴离开香港 初走加拿大 忍痛告别了自己的女生 周慧敏 情敌黄凯琴一走 刘希明以为自己能稳操胜券 可以坐上周慧敏正牌男友的位置 令他没料到的是 半路杀出了个倪震 倪震是风轻才子 倪康的儿子 才情昂扬 才华横溢 创办了YES杂志 这个杂志在当时是香港销量最高的杂志之一 自古才子多风流 倪震也不例外 她花名在外 除了创作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泡妞了 见到周慧敏的第一眼 倪震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忍不住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俗话说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比起刘希明 倪震倒坏得多 泡妞手段了得 总能哄得周慧敏心花怒放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那会儿互联网还未辅提 人们都是看报纸和杂志 了解明星一事 倪震创办的那本杂志 常年领跑 她可以肆意利用自己手中的杂志 任意彭彩 为了逼退情敌刘希明 倪震时不时就在杂志上 乱写刘希明的一些丑闻 无奈之下 在香港混不下去的刘希明 只能转战台湾发展事业 而倪震也加大力度追求周慧敏 帮她多次登上杂志封面 忠于如愿 抱得美人归 周慧敏跟倪震在一起多年都没有结婚 不为别的 只因倪震太玩儿了 她不是被拍到跟这个女星 你浓我浓 就是被拍到偷吃不知名美女 各种类型 各种款式 长发短发 应有尽有 你可以说倪震扎 但你绝对可以相信她的眼光 她的劈腿对象 清一色的全是大美女 多年以来 倪震背着周慧敏劈腿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她始终选择默默隐忍 一次原谅倪震的背叛 不是因为她有多大度 而是因为以武相赢 对待其他男人游刃有余的周慧敏 面对倪震的时候 就是很不下心 周慧敏稍微不注意 她又到处勾三搭四处处留情 先是被拍到香港嫩模十足 复营优惠 然后又被拍到和嫩模Acer 在房间独处两个小时 之后 倪震不仅跟周慧敏在夜店偷欢被拍 而且还跟张毛在兰桂房酒店 吃文五分钟 忍无可忍的周慧敏 决定跟倪震分手 2008年12月11日 周慧敏与倪震同时电告香港各大媒体 宣布分手 彼此做回朋友 本以为周慧敏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倪震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分手才一个星期 两人再次发声宣布复合 并且已经注册结婚 同年12月18日 倪震发表声明 宣布已和周慧敏注册结婚 至此 两人终于修成正果 不过倪震在结婚后 依旧本性难感 经常背着周慧敏出去偷吃 习以为常的周慧敏 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于周慧敏 为什么能容忍倪震一次次出轨 有人说是因为他太爱倪震 以及倪震能hold得住他 还有一种说法 是两人各玩各的 2009年 吴君如的一句话 揭开了周慧敏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彼时的吴君如 靠着自己的大嘴巴 在综艺节目上 混得如鱼得水 经常把女星扒得连底裤都不剩 在主持新兴同学会时 吴君如爆出一则猛料 港圈有个女星 表里不一 人前是玉女 人后很会玩 很疯狂 非常喜欢集游 先是集到了张学友 然后又搜集到黎明 接着集上了郭富城 说完之后 吴君如看了身旁的嘉宾 刘德华一眼 意味深长地说道 他就差你 刘德华就集其四个了 玉女 集游 四大天王 这些关键词一出 瞬间引发了娱乐圈的惊涛海浪 关键时刻 名嘴宋祖德 推翻了网友的猜测 和吴君如的反口 宋祖德直接表明 周慧敏就是那个集游女星 不仅如此 宋祖德在部落格爆料 周慧敏与四大天王都曾有过合作 之前香港媒体甚至曾报道 指刘德华 黎明 郭富城 曾经追过周慧敏 宋祖德在文中还表示 刘德华曾与周慧敏秘密谈过恋爱 早就被周慧敏集游过 只不过刘德华是吴君如节目请的嘉宾 爱与本尊在场 所以他才口下留情 说刘德华没有被集游 算是卖了刘德华一个面子 说起来 周慧敏确实是唯一一个和四大天王有过合作 并且被港媒报道 曾被四大天王都追求过的玉女 1989年周慧敏与刘德华合作出演喜剧电影 精装追女仔之三狼之一族 两人传出了不小的绯闻 1991年周慧敏跟张学友主演喜剧电影《富贵迪祥》 要知道出道多年 张学友先少有绯闻传出 和她走得近的女星屈指可数 但不知道为何 那段时间张学友和周慧敏私交甚好 不仅一起拍戏出席活动 而且还一起唱情歌 两人走得很近 也是在1991年 周慧敏和黎明主演喜剧电影《Yes!》一族 在这部电影里面 周慧敏意外的狂野 跟黎明的火花特别明显 就连一起上节目参加活动时 周慧敏看黎明的眼神充满了爱意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都拉丝了 1994年 周慧敏携手郭富城出演古装动作喜剧 《伦文序老典柳先开》 戏还没拍完 她和郭富城的绯闻就漫天飞舞 其实娱乐圈确实有很多 人前清纯人后疯狂的双面玉女 表面上看上去人畜无害 我见幽怜的样子 实际上金玉其外 外续其中 周慧敏到底是不是 吴君如和宋祖德口中的极有女星 只能说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